罗老狗 罗老狗 走啊 老了 谁走 你怎么伤成这样 别管我 看看 哪个是鸡鸡草 就是它 鸡鸡草 鸡鸡草啊 那山下采 我去山上采 我见草药就采 采下来给你看 哪个是鸡鸡草 等等 好 小心点 好 好 ecc 我 我 不 我 不是 我看你只是想念那些他 但画得真正好 我只是想念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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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仇气 我只是想念那些 那些仇气 我真的想念那些 那些仇气 你就是我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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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哎 哎 老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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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你来 你来 这是我的孩子 老天 老天 让我死吧 救救我的孩子吧 用我的没有办法的命令我求求你了 让我死吧 求求我的孩子 魯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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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走 来 我去走 你怎么伤成这样 别管我 看看 哪个是鸡鸡草 就是它 鸡鸡草 鸡鸡草啊 这就是鸡鸡草 谢谢老五 春香有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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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香有救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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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季见荣 好色 刚出面 冰店 中文字幕——YK 昨天玉兰发现晓晓烧得很厉害 结果洛老伯一看说出天花了 天花 春晓出天花啊 请容忠了吗 玉大人 玉大人哪 真是多亏了周先生哪 周先生提到了康熙皇帝小时候啊 出天花的事 用集结草煮水给治好了 这不 柳先生啊 就进了九万大山 采到了集结草 一回来就用集结草水 给春晓喝下了 从昨天中午到现在啊 喝了四次了 孩子喝下药以后怎么样了 这一夜没哭没闹的 一直在睡 小妹陪着玉兰哪 早上起来拿药的时候说 孩子没有昨天烧得那么厉害了 但愿春晓没事 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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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大人回来了 半田的事 金光祖大人怎么说呢 晓晓晓的事 晓晓的事 辛苦了 晓了 没事 我应该做的 晓晓是玉兰的命根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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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柳先生进山采药啊 被树刮的 被刺渣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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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身的血啊 这都是我 从他的肉里 一根一根地拔出来的呀 啊 啊 za aha 啊 robo 嗯 一点小伤 好了 好了 好 好了好了 先为雨林啊 看你 静耀 谢谢你 谢谢 都一家人谢什么谢呢 静耀 雨岚会感激你 我去看看孩子 老月 晓晓 晓晓 原来 你跟小妹 轮流地睡一睡 别把自己身子拖垮了 雨岚 小妹 你们先去休息吧 我在这儿照顾春晓 不用了 雨林哥 你能在纳南明珠叩见皇上 陈静静 你接着想 皇上 自从皇上从政以来 敖拜仍然继续贪恋权柄 迟迟不肯归正于皇上 下制侍卫 上制俯臣 凡事不合己异者 便设法谋害打击 甚至与伦诸吉家子孙连坐 致使各位布臣敢怒不敢言 皇上 死贼不除 上天不容 百官不服 皇上 在敖拜专横跋扈之下 造成了这种励志腐败的恶果 其根源 就来自于敖拜的善权营私 国家章程法度 乃至于皇权 皇上 不可再认其独揽大权了 皇上 敖拜结党营私 藐视皇权 尚为先皇之重托 下则枪害民生 他的劣迹 真是不胜为局 皇上 敖拜的劣迹数不胜数 他引用奸党 结党义政 举代养奸欺君擅权 甚至 启用先帝不用之人 还杀害了苏克撒哈等 众多大臣都府 甚至于 为了一己一旗之力 擅自更换土地 致使人心不足 皇上 敖拜作为作福 罪不可赦 各位爱卿 你们先起来吧 皇上 不除此贼 奴才等将永归不起 各位爱卿 朕今日密招你们前来东暖阁 朕是为了贡商 铲除傲败之际 臣代若为皇上 干脑涂地 而等所言 朕十分欣喜 只是这傲败 党徒遍地 耳目众多 此事只可秘密筹划 不可莽撞行事 卢主帅 明显大 各位爱卿 朕有一计 可除傲败 臣得认定令皇上 更衷复 索徒 奴才在 你朕喜欢观看扑扑戏为由 从朕的亲近贝勒中 挑选十几个强悍少年 每日召集他们 在朕的身边 习练扑扑戏 此计既可麻痹傲败 也可为将来捉拿此贼 设下埋伏 是 皇上此既贞是至谋高远 奴才定将遵旨而行 至秦傲败 朕就全托付于你们了 臣等遵旨 请不吝点赞 月雷 晓晓怎么样 到四天了 春晓的烧已经退了 脸上的水稻也都下去了 最重要的是 春晓我看见他的小嘴 叭气 叭气 叭气了几下 真的 春晓的小嘴叭气了几下 真的 我看得很仔细 那就要笑了 一千 语字幕 声音乐 雷 声音乐 雷 声音乐 小狗 娘 晓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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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晓你醒了 晓晓 回自己 晓晓 晓晓 她醒了 她回过来了 吕霆 她回回来了 阿姨 来 进来 男人 进来 进来 玉兰 玉兰 起来 玉兰 起来 玉兰 你这么做就见外了 老爷 钟先生 我谢谢大王 谢谢他 玉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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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兰姐 玉兰 玉兰 玉兰姐 玉兰姐 开始吧 玉兰 玉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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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离 好样的 甩 皇上 皇上 奥牌来了 好 甩得好 甩得好 赫离 好样的 拽 甩 甩得好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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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有事起揍皇上 有事一伙再说 看不见这里瞧得高兴着呢 皇上 对对对 帅 甩得好 你不能这么贪反儿啊 豆 说吧 什么事 皇上 这是吏部新选的 直立天津府的知府名单 请皇上过目 天津府的知府名单 正是 皇上看过之后 吏部将尽快安排新任知府 前往天津府任 那 那 先拿着吧 吏部 对 摔大 好 放着放着放着 对对对 摔 你今天就有个态 放着放着 有没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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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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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兰 神神秘秘的去哪儿这是 你别问了 跟我走就是了 好 就是这里了 这是哪儿玉兰 春小学堂 解阳 快进来 啥意思啊 这是干啥的 这样啊 这是玉兰和玉林啊 用把山西老家的土地 卖了到二十两银子 值半个学堂 一是代表春小 感谢你的救命之恩 而是因为你是秀才 可以用这所学堂 教春小和罗成的孩子们 读书认读 这是他们兄妹的善许 也是罗成孩子们的福气 好 玉兰 玉林 丑龙 我柳姬啊 谢谢大家 谢谢 丑龙 咱们小时候 姓先生怎么教我们的 我就怎么教孩子 好 来 孩子们 咱们先坐下好吗 好 我先教你们念三字经 然后呢 咱们再学弟子规 我念一句 你们跟我念一句 开始了 人之初 人之初 性本善 性本善 性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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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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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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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相近 人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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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才 叩戒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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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们将为朕捉拿 敖拜 此刻 朕心里十分平静 并充满了决胜的信心 敖拜欺君善权 结党一阵 拒司养奸 滥杀无辜 绞传阵令 枪害民生 今日 必除之二后快 皇上 敖拜来了 所奥图 在 让大伙都开始吧 是 阿格门 开始操练 是 好 皇上宣我禁戒 有合适吗 来 给敖大人看茶 敖大人 请用茶 敖大人 朕最近在训练赫里 和贝勒们不哭戏 敖大人是武功高强之人 不如 帮贝勒们指点指点如何 这些都是小孩子们的游戏 还用得着我这点呢 敖大人 你可千万别小看了这帮贝勒们 他们可厉害 好 好 那我就陪这帮孩子们好好的玩玩 好 那我就陪这帮孩子们好好的玩玩 好 好 走 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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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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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不输我 死教 不输我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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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我熬外身上的丧疤吧 我的每一块丧疤 都是被大清的江山所留下的呀 皇上 我自知我罪恶甚重 我是大清的罪人 各位是大清的共产哪 皇上 我的每一滴血 都浸坐在大清的江头里面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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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图 在 把傲拜 押下去 押 将傲拜 押下去 起来 起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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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皇上的更明田行政 真正实施的时候 就是我罗程乃至全国 最穷最苦 没有土地耕种的老百姓 幸福日子开始 大人好 大人好 黎大人 里面来了几个人 说是你的朋友 快去看 请问 府台大人 下官于成龙 拜见府台大人 来来来 于大人 请请请请请请请 请请请 复台大人 您怎么到罗程来了 我金光祖怎么就不能到罗程呢 于大人实在对不住了 没有跟你打招呼 这两天在你的管辖之地 罗程转转 看看听听 没办法 皇命难为呀 不错 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哪 于大人哪 誓别三日 真但刮目相看呢 如今的于大人 可不是六年前的于大人了 啊 罗程啊 也不是六年前的罗程了 不错 府台大人 我给你介绍 这位是下官的师爷 周睿和周先生 哦 恭迎府台大人 周先生 周师爷 我说你这前朝鼎鼎有名的进士 你怎么给我这个七瓶小芝麻官 当师爷了呢 金大人有所不知 啊 我和你这位县太爷 那可是生死之交的难兄难弟 哦 我明白我明白了 当年 知识于长龙 搬到卡尔齐的永宁昭童 就是你吧 哈哈哈哈 好好好 佛台大人 这位是下官的智友 罗程衙门里的书企 柳记啊 哦 柳先生 哦 不敢不敢 府台大 快快请进 好好好 不容易啊 府台大人 嗯 快快请坐 哎呀 余大人 你着说提啊 你得叫我换上衣服吧 好 好 姐啊 快带着府台大人 到厚压去更衣 府台大人请 哎呀 我给你带了个喜讯 我给你带了个喜讯 敖拜被皇上打入死牢 什么 敖拜让皇上打入死牢 金大人 这可是天大的喜讯呢 是啊是啊是啊 李大人 李大人 我还给你带来了第二个喜讯 第二个喜讯 福泰大人 我能猜一猜你给余大人带来的第二个喜讯 是什么吗 好 走 走 周先生这怎么这么大烟呢 你删一删哪 这谁干的活这是 周先生干的 周先生你别删删的你删下面 我删的是下面 周先生啊 玉兰呢 好 玉兰哄孩子睡觉吧 吓死我了 哎呀 怎么越善言越大呀 吓死我了 哎呀 我为官一生最高荣誉 我为官十一余年 我身边大大小小多少官员 连做梦都想获得皇上颁发的拙意 赵先生 今天金广祖金大人带来的喜讯当中啊 我最高兴的是皇上法万老板 朝廷的更明田行政啊 开始真正的落实 并且独处各道府周县 具体的落实更明田 这样啊皇上的恩泽 就能具体落实到与此有关的每一户人家 落实更明田好啊 玉兰 你给我大伙说说 这个落实更明田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啊 这是朝廷啊 给老百姓办的一件好事 我琢磨着 就是当今的朝廷 把前朝老百姓手中的土地 以政令的形式 归还给老百姓 承认哪 老百姓是土地的主人 拥有者 这样的话 老百姓更田就积极了 也快乐 交税也高兴 再也不像以前 有什么圈地令 翻地案了 老爷 你不知道 今天的老百姓啊 可高兴了 好 说得好 给个罗果 老伙 关键啊 这个更明田可以 确定土地的归属权 这样子 就要避免了官匪勾结 因此舞弊 老百姓能够名正言顺 跟着有其田了 余大人 老爷 沐老伯 有酒啊 我去打碗去啊 今天哪 是余大人的大好日子 也是我们罗城的好日子 是是是 我们小妹啊 做了一些 慕老人吃的米粉 我呢 弄了一坛老酒 你们公家人哪 一天到晚 就吃萝卜青菜 今天哪 该换换口味了 对对对 洛老伯 今天咱们不醉不归 喝个口 喝个口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好 这个庚明田新政落实了 老百姓的好日子就要来了 来 干杯 干杯 快 为师姐妹 当今皇上已将熬拜法办 所以庚明田的新政 已经真正实施了 那三千亩樊田 已经庚明在你们姐妹名下 从今以后 这片土地就归你们所有了 你们要好好耕种 赵章纳顺 是 是 是 这是 官府给你们下发的 土地所属文书 是 Hall 我 发料酒 的 合照他们 是 非常好 小枝 不是 乖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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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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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城各族父老乡亲们 今天是我们罗城百姓的大喜之日 同时啊 也是我们罗城县衙 捕头雷翠亭和洛小妹 喜结莲礼的大喜之日 在这大喜之日里 我看着乡亲们脸上的笑容啊 不仅想起了 我刚到罗城时候的情景 那个时候的罗城 一片荒芜 庙无人烟 匪到恶力横行 本官上任的第一天 就亲手写下了一副对联 宣在了大腾之上 头上有青天 做事要存天理 眼前是极地 存心与民共治 经过这些年的努力 事实证明 今天的罗城 如果没有父老乡亲 与本县同行协力共治 绝不会有今天的安宁和祥和 记得本官出报罗城 在命悬一线的时刻 是雷翠亭出手相救 在本官剿灭恶匪谢德昌的关键时刻 是苗族的洛思姐 害了旧本官 献出了他年轻的生命 父老乡亲们 我们罗城今天的幸福和安宁 来之不易 本官希望 乡亲们对这份幸福安宁 要加倍地珍重 加倍地珍惜 乡亲们 在这喜庆的日子里 我们一起跳起来 恭喜 恭喜 谢谢宇大人 余成龙 为官清廉 爱您如此 能认识 敢担当 短短几年时间 将一个荒凉偏远 烟战似虐 倒匪横行 民不聊生的罗城县 致力得风生水起 四乡平安 被朝廷举为卓裔 离开罗城之后 余成龙先后升任 四川河州之州 湖北黄州府同支 在黄州同支任上 被朝廷第二次 拒为卓裔 康熙十二年 发生三藩之乱 刚刚升任 武昌之府的余成龙 殉疾率领部署 劲敌无畅 寿命料理 均须事物 逆贼无三桂 穷促来归 我士祖皇帝 念其书款投诚 受之君旅 赐封王爵 蒙乐山河 逆贼无三桂 穷促来归 我士祖皇帝 念其书款投诚 我士祖皇帝 念其书款投诚 我士祖皇帝 念其书款投诚 天理难容 神人共愤 康熙王 武昌在 朕 命你为大将军 率师征头 耿京忠 武昌 遵旨 定南将军西尔根 武昌在 亭南将军赖塔 武昌在 亭寇将军巴吐 武昌在 亭寇将军巴吐 武昌在 搭吐 武昌在 王爷 康熙王言 武昌在 剑南将军尼亚瀚 carbs 武昌在 都统书满 fries 巴尔部 Angels of NOO 武昌在 你们由武昌进取越州 长沙 直入广西 武昌在 武昌在 安熙将军赫叶吹 эксп Sp定补华 西安将军 Walard der Ka 你们由汉州进取四川 武昌在 武昌清 震东将军 喇哈达 徒Us baby 率师于山东 河南 江南 耀帝住房 奴才遵旨 杨威将军阿密达 奴才在 率师会同江宁将军俄储 住房江宁 安庆 沿江险耀 奴才遵旨 诸位陈宫 我大清立国不久 万年根基在此一役 朕等你们的捷报 你们记住 朕的天下也是你们的天下 待你们凯旋而归 朕亲自为你们封赏 谢皇上 下官于成龙拜见府台大人 宇大人请起 请起请起 谢大人 恭贺于大人容胜武昌之府啊 下官能够出任武昌之府 承蒙府台大人的厚爱和栽培 成龙自知才疏学浅 唯恐辜负府台大人的厚望 好 余大人不必过谦啊 当年金光祖金大人就多次褒奖于你 说你是难得的能臣哪 大人过假 今日新官上任 本巡府就由重任委托移民 府台大人请讲 你来看 武昌府居我国之中心位置 东城海域 西街把蜀 北望中原 南街肖乡 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最近三藩乱军进军湖南 已攻陷越州长沙等地 局势十分严峻啊 为确保我过江大军顺利渡江 本巡府先命令你 率领部署征集乡民 前往咸殿一带建造桥梁 军情紧急不得延误啊 下官遵命即刻在部署前往咸殿 好 于二人你来看 武昌府所辖之浦齐 家瑜 通城 重阳 还有大爷 江夏 咸殿等县 由于战乱 巷命流失十分严重 而且通匪横行啊 这次你去咸殿 除了建造桥梁 恐怕还要面对一个大难题 什么难题 在咸殿一带有一股土匪 匪首名字叫刘军福 你到达咸殿之后 先要进行剿匪 不过呢 对于这股土匪 你可以相宜处置 这股土匪能辅 则辅之 不能辅 坚决较之 下官明白 军情急迫 你立刻准备出发吧 是 副才道的 是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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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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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大队 聚属热妥 聚属妥 在哪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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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这个位置 好 你在看这儿 这个位置 于大人 好 贤宁知县 王亮拜见于大人 好 王大人不必夺理 本知府奉命前来造桥 需要你的帮助 好 于大人不用客气 这也是下官分内之事 请于大人吩咐便是 好 王大人 看来 你看 这就是我们要造的桥梁 按照这张图纸啊 要用最短的时间 把这座桥造好 所以 需要大量的容量 和材料的共和 为了保证康亲王的大军 能够顺利地通过 所以我们 一点都延误不得了 我这里首先需要你 帮我凑集大量的民工 好 这件事情就包在我身上 请于大人尽可放心 好 还有一件事想请教王大人 大人请直言 我想打听一下这个刘军福 刘军福 他跟一般的土匪可不一样 他读过书 还中过明朝崇祯仁武年的秀才 可以说得上是文韬五月 被推为齐皇四十八寨的盟主 据说 吴三桂对此人 也是赞赏有加 那刘军福现在他有多少人吗 没有十万 也有八万了 如今 盘踞在东山豹子岭一带 是 如果刘军福被吴三桂所招了 那他就变成了吴三桂强大的后卫力量 对我军平定三番 会造成很大的威胁 所以 我们不只是要把桥建好 还要尽量地断出吴三桂的念头 绝对不能让他们连手 看来 还是由我亲自到报寺里 去会会这个刘军福 李大人 这件事还是交给我去办过 我深知江湖道上的规矩 该怎么和他打交道呢 我心中有数 好 彩婷 这个事就交给你去办 尽量地了结清楚 刘军福是个怎么样的事 有个可能的话 能争取他和我建议 明白了大人 好 王大人 那我们就开始行动吧 好 余大人 那我就先召集村民 先干上 好 余大人 告辞 彩婷 是 是 刀客道非常大 明可明非常明 可 可是现如今 江湖险恶 世事难料 谁又能做得到 倒不如 见贤思欺焉 见不贤耳内自行也 嗯 启禀寨主 外面有个叫雷翠廷的人 想求见你 雷翠廷 大哥 这雷翠廷又是什么人啊 我倒知晓 广西有一个威震四方的人 叫雷翠廷 他可是个英雄好汉 快 把他给我请上来 是 雷翠廷 雷大侠请 刘寨主 雷大侠到了 雷翠廷 见过刘寨主 你就是叱咤风吟威震 广西的雷翠廷雷大侠 不敢不敢 刘寨主夸奖了 今日雷翠廷有幸 来到刘寨主的地界 特来拜个码头 想与刘寨主 交个朋友 雷大侠抬举了 今日得以与大侠一见 是我刘俊福之姓氏 更何况雷大侠亲临寒舍 寒舍彭必生辉 举我 在 友朋自远方来 上好酒 是 是 初次相见 蒙刘寨主信任 如此慎勤 雷翠廷 依旧为谢 果然是英雄气概 请 刘寨主 不仅豪气甘云 酒量也如此了得 雷大侠也是酒量过人 来 再干 来 干 干 来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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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死刘小姐的距离有多远 好好好 能一下啊 好 这上面 来 接着 来 接着 来 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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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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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在下两个手 中间这几个柱子 一定要足 这 这关键这几个柱子 来 看了一下 喝 爽快 来 很久没有这样喝很久了 来 慢 雷大侠 你的家乡 远在广西 不知你来我这湖北地界上 有何归干 柳兄如此直爽 那我就直言了 清假 我现在 在武昌衙门 当捕头 捕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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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个捕头 他说他是个捕头 你就是 刚到武昌上任的知府 人称 于青天于成龙的捕头 正是 他哪儿 天武 修得无礼 你 今天那酒喝得有意思 雷大侠 我想知道 你是怎么从广西的一个匪首 成了陷入今朝廷的一个补刀 刘兄 像你我之辈 哪都是踢着脑袋过日子的 今天能坐在这儿 真可谓九死一生啊 这件事情 说起来那可就话长了 我也是被逼无奈 才带着兄弟们上了山 劫富济贫 可后来也是巧了 余大人到罗城去认知险 在路上 被我劫了他的道 抢了他的银梁 接了他的官服官茂 刘兄 按大金的利率 这可是要掉脑袋 株连九族的重罪啊 可是余大人 他不仅没有砍我的脑袋 还赦免了我的死罪 这么些年 余大人把我带到他的身边 做他的捕头 余大人唯一官 亲贞怜民 爱民如此 像大人这样的官员 那可真是百姓的福分啊 余大人的美名不用你说 我刘军复也略知一二 但我只想问你 难道朝廷 对你和你的兄弟 还有你的家人 真的宽大了吗 军复兄 如果朝廷和余大人 他们为难了我 那我今天还怎能和刘兄 再次饮酒 我跟随余大人走南传北 我不仅当了捕头 余大人还作媒 给我娶了老婆 这么多年来 跟着余大人 杀盗贼 不贪官 我才真正学会 怎样做一个好人 好人 好人 试问天下的百姓 谁不想做个好人 可是先如今 官宦荡道 贪官无力 鱼入百姓 我等还如何做个好人 好人难做 刘兄 时辰不早了 我还得回去当差 下次再和军复兄再续 兄弟 就先告辞了 雷大侠 留步 军复兄还有何事 今天 与雷兄弟痛饮 我留军复好生痛快 久逢至极 希望日后 能有机会 亲临余大人的面前 拜会余大人 军复兄要有此意 那我现在就回去 禀告余大人 万事虽然最好 告辞 大人 我回来了 见到刘军复了吗 见到了 一切都很好 刘军复都同意跟您见面了 太好了 雷大侠出马 马到成功 记手之劳 大人夸子 你先歇会儿让我来吧 一切都好 太好了 来吧 老爷们 带带带 走走走 看一看了啊 看一看了 到前面 到前面 老爷们走啊 阿蕊爷 里面请 请 要得青莲分数足 唯有于公 石康舟 想必这位就是于卿天 于大人罢 正是本官 你就是刘军福 刘军福见过大人 久闻刘寨主 一搏云天 替天行道的威靡 今日一剑 果然仪表堂堂 气不凡啊 于大人太过于抬举了 于大人更是爱民如子 客气奉公 把一个不毛之地的罗程 改造成繁华市景 还得以卓翼的美名 军福如雷贯而 近日得以一剑 朕是三生有幸 雷大侠 那 这位定是于大人儿时的玩伴 柳晋阳柳先生 正是 在下佩服你的忠肝一胆 那这最后一位 就是器官跟随于大人多年的 周睿和周先生 好 刘寨主好 在下佩服你的忠肝赤诚之心 好你个刘寨主 你把本官插了个底儿烧天 岂敢其敢去大人 在下只是佩服 各位的才干和忠诚格级 好 请坐 请 请用茶 处事不必邀功 以吴过为功 与人不求感德 以吴怨为德 于大人的品格至高至上 令军福敬佩的五体斗地 但不知于大人 今天召见军福前来 有何赐教 连本官做人的警言都知晓 刘寨主 真可算得上我余成龙的知己了 好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刘寨主的情况 本官已经了解 虽然落草为寇 手上却没有沾染血债 这一点本官甚至行为 您错了于大人 不是没有血债 而是不欠好人的血债 西汉丞相于郡被王莽被迫任职 于郡誓死不送 自尽的时候说 我乃汉人 愿为汉鬼 但不能是汉贼 虽说清兵入关做了朝廷 我还真不恨 军福要是恨 也只恨那汉贼乌三桂罢了 现如今的朝廷还算体恤民情 变通了前朝的立法律例 减轻了百姓的赴税之苦 重用汉人有志之势 这样的朝廷算是好的朝廷 刘军福岂能昏庸 而那些打家劫舍杀父济贫之势 都是些小贼小寇所为 我刘军福不但不会做这种事情 在这贤宁 我刘军福也绝不允许他人干这种够大 好 刘寨主能有如此见识 本官佩服 刘寨主虽然没有劣迹 但是在本官的管辖之内 绝不允许有任何聚集人马姿势的存在 这也是本官从政的原则 本官希望刘寨主回战以后 能够解散齐皇四十八寨所有人马 永不聚集 确保我贤宁一方的安宁 如若不然 我八七军的威名 刘寨主不会没听说过吧 好 余大人 我齐皇四十八寨虽然推举我为盟主 但不是我一个人受了算 更何况这种弃谢投诚谢贾归田的大事 我得回去跟其他债主共同商议 实不相瞒 余大人 军福老弟有个夙愿 如果我的人马归顺了朝廷 余大人必须保证 朝廷绝不能做那种秋后算账 伤及我兄弟性命之事 更不能重蹈宋江之城 倘若朝廷誓言 那我六军府可是欠了七皇四十八寨 十万兄弟的银额血差 来 好 好个大仁大义的刘军福 本官答应他 本官回去马上上奏朝廷 请求皇上赦免齐皇四十八寨 以往的罪责 积极不求 大人 军福代我的兄弟谢贾大人 我马上回山寨 与仲家兄弟商议此事 好 本官等候刘寨主的消息 放心大人 刻不容缓 那军福就先行告退了 刘寨主 请慢点 竹子才生黄独角 绝崖出城笑而泉 是群野菜和香饭 便是黄粥二月天 旅屋的茶钱 好 慢走啊客官 愿赫里将军此番出征 能一举荡平贼寇 待大军得胜收兵之时 朝真定在此恭迎将军凯旋归来啊 谅那吴三桂也难党我八旗神勇尽 贺敌归来之时 贺里当与府台大人开怀唱歌 依罪放下 到时朝真定在此城楼 恭易营将军 康卿王杰书已驾领荆州督战 张福泰 贤宁的渡桥造好了吗 那可是我的必经之路啊 请将军放心 我已派武昌之府殷成龙 前往贤宁监都造桥 一定能保证将军的大军顺利过疆